5月31号,中国商务部在北京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宣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 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 将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有记者问,中国政府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是出于什么考虑 高峰表示 一些外国实体出于非商业目的 违背正常的市场规则 和契约精神 对中国企业采取封锁、断供和其他歧视性措施 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 也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威胁 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的冲击 对相关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损害 为维护国际经贸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国政府决定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关于中国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依据 高峰表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反垄断法、国家安全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 中国政府决定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将那些基于非商业目的 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其他歧视性措施 对中国企业或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 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将列入其中 高峰指出 对于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 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公布 中国政府决定建立 接着 吉他